而夏季的来临,在收封箱的水域活动就相当的兴盛 近日在溪流或者是鲤鱼潭就有相当多的游客来细水 往往水域安全的保护措施就容易被忽略 乡民代表陈敬河就特别呼吁相关单位应该要加强沟通 给游客一个安全的水域空间活动 沿着的夏季,许多游客都会选择来到溪流边或者鲤鱼潭进行水上活动 而游客首选的花莲鲤鱼潭夏季的游客更是暴增 不过也发现有些游客为穿戴救生衣就进行SUP独立滑奖的水上运动 跟一旁正在进行讲习的水上摩托车活动 各个穿戴救生衣全副武装的安全防护 相形之下,玩水上摩托车的游客就显得安全许多 缩风箱的休闲观光产业有很多的很大的空间 尤其我们旅潭相关单位应注意水域安全 才能够让游客有安全的保障 才能够带来我们缩风的观光产业的发展 水上活动的增加对休闲运动产业来说相当好 但缺乏安全训练以及观念的行前教育 一旦发生意外,对游客的安全把关 又有谁能够担得起这样的责任 记者林杰,寿风箱采访报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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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